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政府的Oasis项目取得良好开端 吸引了30家公司 谈判解决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唯一答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转变 可能对较贫穷的国家造成最大冲击 美国众议院如何选择议长 克劳迪亚·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香港政府的Oasis项目取得良好开端 吸引了30家公司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吸引战略企业办公室Oasis 成功吸引了30家公司 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承诺创造1万个本地就业机会 并投资约300亿港元38亿美元 Oasis成立不到一年 专注于吸引生命健康科学 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 金融科技 先进制造 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高潜力企业 这些公司将在北部多汇区设立基地 该区紧邻深圳 并且是大湾区一体化计划的一部分 谈判解决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唯一打案 南华早报评论版 最近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导致了该国自75年前建国以来最致命的暴力事件 许多平民丧生 哈马斯声称在加沙地带扣押了大约130名以色列人质 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 呼吁立即停火 以防止进一步升级 并解决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人道主义悲剧 袭击中的突然袭击引发了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质疑 尽管这些袭击受到了广泛谴责 但双方之间的暴力领土敌对行为 使得很难将其定性为无端的 一些人怀疑 哈马斯旨在破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潜在关系正常化 而这种关系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任何涉及其他国家的升级 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 以色列应该采取温和和外交的方式回应 而不是进行军事报复 作为地区和平调节者 中国应该在促进谈判和避免战队方面发挥作用 双方都必须冷静下来 启动政治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转变 可能对较贫穷的国家造成最大冲击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过去一年中面临了许多挑战 包括一带一路投资的下降和中国经济的放缓 此外 西方国家通过提供发展替代方案来加强与中国倡议的竞争 中国对该倡议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 重点放在更小 更有针对性的项目上 特别是在印度 太平洋地区 即将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预计将强调增加倡议六个走廊之间的联通性 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承受中国战略转变的主要压力 美国众议院如何选择议长 经济学人 自从13日共和党代表凯文 麦卡锡被罢处以来 美国众议院一直没有固定的议长 这导致了法案通过的延迟 包括那些支持美国盟友以色列的法案 寻找新议长的竞争因共和党内部的分歧而变得复杂 两位极端保守派候选人成为领跑者 决定将于10月11日做出 克劳迪亚·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人 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因其在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戈尔丁在过去200年里对性别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历史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他的工作挑战了关于历史性别关系的假设 并强调了促进更大性别平等的因素 他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并揭穿了关于女性工资和就业的神话 戈尔丁的研究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在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启示意义 在残酷的袭击之后 哈马斯正在计算下一步行动 经济学人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因为这是出乎意料的 并显示以色列的情报和军事力量误判了这个激进组织的意图 哈马斯此前曾制止其他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让许多以色列人相信该组织更关心维持停火 并专注于重建加沙 然而 这次袭击打破了这种幻想 显示哈马斯仍然是一个恐怖组织 加沙的局势多年来一直非常严峻 生活条件恶化 人们感到被世界其他地方抛弃 哈马斯利用这次袭击的机会 试图改变加沙的局势 并在被占领的西岸引发叛乱 他还希望从伊朗和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和也门等抵抗轴心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其他成员是否会加入战斗 以色列对伊朗和真主党在这次袭击中的角色进行了淡化 但抵抗轴心却在以色列的损失上洋洋得意并支持哈马斯 伊朗担心 该地区正在从其轨道中滑出 进入美国和以色列的轨道 其盟友开始在几个战线上重新展开敌对行动 随着加沙的战斗加剧 抵抗轴心的其他成员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采取更多行动 哈马斯的袭击是以色列情报在多个方面的失败 经济学人 最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成功袭击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引发了对以色列情报机构未能侦测和阻止袭击的质疑 主要的失败有两个方面 情报收集的失败和评估和解读的失败 以色列广泛的电子传感器和监视系统 以及人员情报未能侦测到袭击 收集到的信息可能指向即将发生的袭击 但被错误解读或忽视了 失败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哈马斯高度的作战安全性 限制了提前知晓行动的人数 袭击者可能只提前几个小时得到通知 并被告知带上武器靠近边境 此外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传感器和通信发起了精心的攻击 使许多监视摄像头失效并干扰通信 袭击还利用了联合武装战争 包括大规模火箭弹攻击和使用动力滑翔机和海上登陆的地面部队 未能侦测到袭击是政治评估的最高层面上的严重失败 因为以色列情报官员曾认为哈马斯已被下阻不再挑起战争 转而将重点放在经济重建上 这也是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失败 因为没有分配资源来应对加沙威胁 哈马斯的成功和以色列的情报失败 很可能会受到世界各地军队的密切研究 一个价值160亿美元的交易 孤独地进行双轨道运作 路透观点 据报道 私募股权公司GTCR和APEX 正在考虑将保险经纪公司Assured Partners进行出售 和首次公开募股IPO两种选择 这一策略旨在创造竞争紧张局势 并有可能提高估值 然而 由于当前股权债务和并购市场的放缓 这两种选择都不构成可行的威胁 文章指出 最近的交易途径已经陷入僵局 使得公司更难以将潜在买家对立起来 IPO市场的放缓和对高风险股票的食欲减弱 也对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有小幅复苏的迹象 但目前来看 Assured Partners将有充分的机会探索这两种选择 被束缚 关押和虐待 因为残疾 人权观察 坐在肯尼亚西部城市基苏怒的圣灵科普特教堂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庭院里 我在听到保罗化名的脚步声之前 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这是一个人在用沉重的金属链子 困难地走路的声音 链子绑在他的脚踝 腰部和手上 保罗已经被束缚了五年 这条链子太重了 感觉不对劲 保罗说 他让我很伤心 我和七个男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我只能穿内衣 不能穿衣服 我只能在桶里上厕所 早上我吃粥 如果幸运的话 晚上能找到面包 但不是每天晚上 这不是人类应该有的生活 人类应该是自由的 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 数十万男女和儿童 其中一些只有十岁 曾经被束缚起来 许多人被关在棚屋 笼子里 或者被拴在树上 他们被迫在同一个狭小区域内 吃饭 睡觉 排尿和排便 有时长达数年之久 为什么 仅仅因为他们有心理社交障碍 精神健康问题 这种不人道的做法被称为束缚 是因为普遍存在的 对精神健康的污名化和缺乏适当支持服务 家庭经常在自己的家中 或拥挤不洁的机构中束缚亲属 以及在宗教疗养中心中 他们经常被迫进食 服用药物或草药 还要面对身体和性暴力 虽然一些国家对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 但束缚仍然基本上不为人所知 没有数据或协调的政府努力来消除束缚 作为回应 人权观察组织一直与残疾人组织 人权和反酷型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打破束缚运动 以消除这种做法 在今天的世界精神健康日 各国政府应该禁止束缚 这是对于精神健康相关的污名化 进行斗争的重要第一步 也是发展高质量 可访问和负担得起的社区支持服务的重要一步 星号星号本文是 人权观察组织残疾权力部门 成立十周年系列文章的一部分 哈萨克斯坦议员表示 对受害者进行惩罚 人权观察 哈萨克斯坦议会下议院 马密利斯的一名副议员 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 要惩罚那些挑衅丈夫虐待的妇女 而在这个国家 警方每年接到超过10万起家庭暴力投诉 在9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 议会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委员会 讨论了打击家庭暴力的措施 执政党阿玛纳特的副议员阿曼泰 扎尔金别克表示 如果一个妇女的丈夫因家庭暴力 被判处15天行政拘留 那么他的妻子也应该被拘留 因为他挑衅了虐待 扎尔金别克还提议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 这些妇女被标记为挑衅者 并对暴力行为承担同等责任 家庭暴力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严重问题 该国的法律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 并且经常未能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尽管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耶夫 多次呼吁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惩罚力度 但今年4月通过的法律改革 只是在有限程度上将其定为独立的刑事犯罪 扎尔金别克的提议 引发了人们对哈萨克斯坦的家庭暴力问题 缺乏了解和错误理解的严重担忧 同时也揭示了该国在立法者 执法机构 司法机关和整个社会中 根深蒂固的责备受害者和污名化文化 哈萨克斯坦内政部副部长伊戈尔·列佩哈 在10月5日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 他怀疑扎尔金别克的提议 是否会得到其他议员的支持 但这些可比的提议 再次凸显了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有意义的做法 应包括修订家庭暴力法和刑法 将家庭暴力作为独立的刑事犯罪行为 政府应开展宣传活动 打击有关这一普遍问题的有害谬论和刻板印象 当局还应确保国家资助的服务提供者 警察 医务人员和其他相关官员 定期接受与国际标准一致的预防和关注幸存者的培训 显然 需要再次强调 妇女不因为经常发生的可憎虐待行为负责 也不应受到惩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天的观察员 今天 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闻 从香港的商业项目到中东的战争 再到全球的经济和人权问题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首先 我们谈到了香港政府的OASIS项目 这是一个旨在吸引高潜力企业的计划 目前已经有30家公司加入了这个计划 将在北部都会区设立基地 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并带来投资 这是一个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好消息 也展示了香港的吸引力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这次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并导致了许多平民的死亡 我们呼吁各方停火并进行谈判 以找到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 作为地区的和平调节者 中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和美国众议院的选举问题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 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都有重大影响 最后 我们谈到了人权问题 包括被束缚的受害者和家庭暴力问题 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现在我们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加入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